大家好,欢迎来到Taira Talk Taira是一个属于台湾年轻研究者的游战场域 我们全年每周都会办一些Taira Talk 领域从文科到理科、工科、生物、医学之类通通都有包含 如果大家有希望有未来想要分享自己研究的话 那就可以希望大家多多来报名 那今天我们的讲者是炼川平 那他所要讲的题目是高层大气风场估计 以及起与太空天气的相关性 那炼川平现在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 航空与太空科学系的博士生 那他的研究领域是资料通话 电离层电动力逐日变异 那除了这些研究之外 他非常享受在波德爬山跑步跟在家看引擎的过程 那就把 交给川平了 首先这是我的背景这样子 我的专业主要是在太空天气预报 那我所使用的方法是Data Simulation 那我们针对的太空天气是地球电离层电动力的每日变化 那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其中的太空天气 那等一下会再详细的介绍这是一个怎样的太空天气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 首先我们介绍什么是太空天气 以及它的定义 还有我们想要预报怎么样的太空天气 以及为什么我们想要预报这个系统 以及如何预报 那最后会带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挑战 那这些都是促使我们进行高层大气风场 估计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那首先是什么是太空天气 所谓的太空天气指的是太空中的物质 与地球的大气产生交互作用 所产生的每日变化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成所谓的天气 那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所要focus的是地球的中低纬度电离层的部分 那它的高度大约是在地球的高层大气与太空的边界的部分 所以为了预报这个系统 我们会首先必须了解是这个高层大气的大气组成是怎么样子 这边是一个这张图绣是一个高度剖面 纵轴是高度横轴是气体粒子的密度 那蓝黑色蓝黑色线的部分所要说明的是电子 这个粒子它的在随高度的变化 那局限的部分主要是所谓的中性大气的部分 举例来说有可能是氧分子 氮分子或者氧原子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这张图中 中性大气的密度是远远高过所谓的电浆密度的部分 而且它高过的数量是 我们可以看到横轴是数十倍数千倍大于数十倍数千倍这样的一个差距 那在这样的一个高度剖面中 我们这样一个电离层其实并不是所谓的一个很均匀的状态 我们可以透过观测到所谓的电浆不规则体 或者是称为电浆泡Equatorial Plasma Bubble 的一个现象 那这就是我们所想要预报的其中一种太空天气 左边这张图是一个湿域图 那红色的部分是代表电浆密度越多的部分 那蓝色的部分是代表电浆密度相对比较少的一个区域 那可以看到在这个高度剖面中呢 它对应到右边我们刚刚所秀的一个高度剖面 它基本上就是在200到400公里左右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会想要知道这是一个高度的剖面 那至于它的三维结构呢 我们看到左边的这张图 它是一个电浆泡的模拟 那最左边的这张图 它的三个轴分别是高度对精度对纬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区域代表是 黄色的区域代表是电浆密度相对比较多的区域 那蓝色的区域是电浆密度相对比较少的区域 所以这个所谓的电浆泡 它会沿着一个很像拱桥形状的区域 去发展 那这拱桥区域是所谓指示的地球的磁场 的磁力线 那如果我们看到中间这张图呢 如果我们从这个地球的磁场中间 切下去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电浆泡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一个 很像泡沫的一个高度剖面 那如果我们从太空中又往下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个电浆蓝色的区 电浆密度比较少区会是像一个暗带状的一个形状 那接下来我们就这是一个实际的观测 那时间是在2019年11月以及12月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区域这代表是电浆 它指示的是暗示的是电浆密度比较多的区域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所谓的暗带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电浆泡所发生的范围 那很有趣的是它有的时候会发生 有的时候不会发生 那右边的影片呢 就是显示了所谓的电浆泡每天的逐日变化 我们可以理解成所谓的太空天气 那可以看到这个暗带有的时候不会发生 有的时候会发生这样子 那我们为什么要预报它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政府提出了一个 对于太空天气准备的相关的政策 那是在2015年所发布的 那在2019年的时候也有进行了更新 那因为这个政策呢 美国的军方他们开始重视了太空天气预报 以及太空天气相关的一些研究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军方所仰赖的 无线电通讯系统在经过我们刚刚提到电离程不规则体 或者是电浆泡的时候会产生讯号的衰减或者闪烁的现象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进行太空天气预报的原因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观测之外 我们还可以我们还可以利用台湾与美国合作的福尔摩沙卫星7号星系进行电浆泡的观测 那这个星系的它有好几个卫星 所以可以进行一个相对在空间上比较广阔的覆盖率 去进行电浆泡的观测 那在这个每个卫星上面它都有搭载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接收机 那当所以它在这个卫星它可以与GPS或者GNSS全球卫星系统进行讯号的接收 那我们都知道无线电波或者是光在经过介质的时候会产生偏折的现象 那所谓的Radio Accutation 眼星观测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去进行电浆程高度剖面的一个观测 进而去推测出所谓电浆泡发生的区域以及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示意图呢 比较高的卫星是所谓的全球定位卫星系统 那它当它所发出的电波经过电泥层黄色区域的时候会产生偏折 那我们通过这个偏折现象去推测出大气的高度剖面的一些资讯这样子 所以这个左边的这张图是从这篇研究中所提到的一个所谓的电子密度高度的剖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纵轴就是所谓的高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黑线的部分就是指示出可能发生出电浆泡的位置 大约是在100到300公里左右的高度 那通常我们会假设这样的一个剖面它的位置在电波连线与这个球的切线上面 去推测出电浆泡可能或者是电泥层不规则里可能发生的精度或者是维度 那我们现在有我们有观测 那我们下一个要想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预报的一个预报这个系统 以及我们想要预报怎么样这个系统它有怎么样的特征 那我们在预报一个系统的时候 我们最重视的是所谓的误差 我们想要用误差或者是几率去表达出我们预报的可靠性 但是我们不想要这个误差太大或者是太小 我们希望这个误差在一个比较适中的范围 它可以是随时间变化 但是我们基本上不希望它发生右边这两种示意图所发生的现象 其中一种现象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误差 这个宽度代表就是显示的是误差 我们不希望这个误差越来越发散到无限大的一种情况 或者是我们也不希望这个误差 随着时间的流失会越来越趋近一个定值 那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 就是比如说像下面这种情况 因为如果当误差随着时间流失越来越小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去预报 因为它就是会变成一个定值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也不用预报这样一个系统的必要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会希望我们想要预报的系统 它的误差随着时间流失会是一个不要太大 或者是不要太小的一个情况 那接着我们要想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做预报呢 我们所使用在我们研究我们所使用的方法是 所谓的资料统化Data Simulation 它是透过利用统计结合观测以及预报的部分 去产生一个初始条件 接着将这个初始条件进行数值模拟 达到预报的目的 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利用统计的方式 结合观测与预报呢 这张我们具体来说我们是利用贝斯定理去进行 去更新我们的误差 那左边这张试图是说明了利用贝斯定理进行更新之后 我们会得到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横轴的话是温度 那纵轴的话是几率密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当在这个我们一开始提供的一个机率密度函数 在经过观测更新的时候 左边这个机率密度虚线所显示的机率密度函数 它是一个比较 我们通常会假设我们的观测是比较相对比较准的一个情况 那再用机率表达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窄的高时分布 那透过贝斯定理我们更新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密率 机率密度函数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更准的实现的这个机率密度函数 那它所显示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个机率比较高的 在这个峰值后会得到一个机率比较高的机率密度函数 那我们下一个 我们下一个想要想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预报呢 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一个透过观测去更新了我们的机率密度函数 我们要怎么样去将这个机率密度函数在时间去得到下一个时间的机率密度函数 我们基本上是利用 我们基本上是利用更新 我们基本上是利用我们刚刚得到 我们刚刚有得到所谓的机率密度函数 对这个机率密度函数进行抽样 然后再进行好几个数值模拟 借着这样的好几个数值进行数值模拟 来达到将近视误差在时间中传递的一个结果 进而达到预报的目的 因为我们进行预报我们最在乎的其实是它的误差 以及它的平均值 那所以预报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计算误差 或者是机率密度函数的一个一件事情 那因为这个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近视 的初始条件问题 那现在呢 我进行了两组实验 那其中一组实验是控制组 另外一组实验是对照组 那我是在2009 我是进行2009年春天的模拟 那有好有许多种变形 其中一种变形是初始条件 那这个初始条件有包含电浆以及中性大气的一些咨询 那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还有使我们 它会有所谓的低层底层边界条件 那主要是中性大气的部分 那当然还有能量来源 所谓日照以及高维度的一些能量的输入的部分 那基本上在这两组实验中能量输入以及底层边界条件都是固定的 那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初始条件 那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几乎得到了一模一样的电子密度的一个全球 电子密度的全球分布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代表它暗示了下面这个结果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这个系统可能有很大的初始条件的差异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误差会越来越小 逐渐趋近于一个定值这样子 那其实这不是我们想要发生的 而且这与实际的观测状况不一样 我们刚刚有秀了一张就是电子密度随时间的每日变化 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每天都有一直在变化的 所以如果假如我们用机率来表达这个变化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它其实是不会变小的一个 不会趋近于一个稳定值的一个状态 所以一个很tricky的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在预报电降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考虑到中性大气的部分 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的密度的高度剖面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情况 因为在我们地球的高层大气 其实中性大气的密度是远远高过所谓的电降密度的 而且这个密度是高过好几个数量 你可以看到这下面单位是10的5次方 10的6次方 10的7次方 10的8次方 好几千倍的一个这样的差距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暗示着 其实我们也需要考虑 我们在预报电降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考虑中性大气 那这也是一个就是促使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原因 我们目前我们是我们进行高层大气 我们进行高层大气封场的模拟 这个所谓的高层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使用的模式的底层的边界条件 大概是在97公里高度的部分 那这个研究最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我们不希望 我们想要预报系统到最后变成 变成趋近一个定值 趋近一个 它的误差随时间流之后 我们不希望它趋近一个同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跟我们所观测到的电离层的每日变化 其实是不太符合的 那对那就是以上就是为什么我要进行这样进行我目前博士研究的一个原因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边有网址可以进行更要更详细的咨询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可以Google一下这个题目这样子 那以上就是我的演讲的summary 那预报这个工作它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必须要去确认 必须要去完成 那我会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提供电僵泡预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就像我们在低层大气天气预报系统这样子 一个服务的在未来 我们会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这也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长期的一个目标 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 对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有谢谢大家 有任何问题吗 好我是主持人明雪那我先说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的影片是录影那有问题可以提问的话 可以选择在现在录影中的时候提出然后传品回答 那同时因为这些影片最后都会被上传到YouTube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在关掉录影之后讨论这样 那有问题的话就现在向川平提问吧 如果你要被录在影片中 好那看起来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先谢谢川平的演讲 那我们就先把录影关掉 我先看你照顾案 给我这边的音乐 都现在在那个人员里有一个接触地